1055 這一期是封面 標例是新時代 除了是這一句話 新時代還是電影的主題曲 這一題曲當然加上主要講的是Wuta 是由民眾家之與歌曲擔當阿董 人的對談 老師來特別畫了一頁 Wuta寫出新時代這首歌的過程 內容大概是Wuta會從世界各地的人 對他說的話來尋找創作靈感 有一個重點 這可能跟電影劇情有關 那就是大家對Wuta說的話 幾乎都是來求救的 成人被海賊攻擊 老爸被海賊殺掉了 村子被燒了之類的 推測可能是用Wuta的影響力來救人 但要有潛力才有可能這麼做 Wuta大概到處幫助了不少人 來到故事花之都還在祭典 可以看到開心的咒死 看來大媽應該是沒事 否則應該會反應在咒死身上 郊外雙方的對決 他會知道大哥絕不能出手 雷仗的火盾 當然沒有太大效果 直接被反擊吸乾 火味不行用砍的也會再生 其他人也都被抓住 綠牛幾乎沒有落點存在 來到城堡地下 在索尾燒秘密房間的更下方 羅維根上 最近他就有說印象知道歷史真相 看得走向他的禁忌民 很可能也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索尾燒沒有跟大師還有凱多講 但是大看板 傑克 是魚人族 沒多久歷史本人就被發現了 羅賓羅布傑為什麼 魚人族就會發現 索尾燒表示 只要往下走就知道了 準備前往好幾百年前的 羅賓發現有一塊透出光線的牆壁 這是用玻璃堆進去的磚塊 所以是要說想看可以去看看 兩人衝過去一看 看到了一個在海底的核之谷 這是八百年前的另外一個核之谷 這個說法不就是2017年 在京都舉辦的草帽倒中記 另一個核之谷嗎 雖然這兩個不一樣 袁老師當時的想法 就變成是現在另外一個核之谷了 還記得當時的劇情嗎 核之谷公主橘姬的老公 是其他國家的皇子 在對應到故事八百年前的核之谷 因為當時沒有索國 所以才可以實現這樣的聯姻 所以只要並不清楚八百年前發生的事情 羅賓發現這裡不是海水 所以只要解釋以前 核之谷有一座巨大的藤山 我們看到的藤山只是上半步 以前人是住在藤山的三角周圍 後來在核之谷市場打造了一道牆壁 只能就是索國 在暈水累積後 底下無法住人 大家移到了水面上方 就是現在藤山腰上方附近 他們打造人工土地坐在上面 核之谷的下方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蓄水池 這個說法對應水池七島 水池七島是打造古代兵器普魯托的地方 同樣的水運之谷底下也有被水淹沒的城市 說法也是數百年前 搞不好11年是一樣的 難怪核之谷的土地快一快的 尤其每個地方的季節都不同 原來是人工做出來的地方 另外好像回收了一個伏筆 TMS父母親800年前應該也住在舊核之谷 但是後來離開 原因不明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水淹 一些人往上住 一些人可能離開核之谷 舊核之谷明顯比新核之谷大得多 當時應該塞不下那麼多人 他們抵倒放五色歷史本文的地方 這也是藤山往下走 沒有被水淹到的高台 當時就是確保這裡不會被水淹到 隨意才把石頭放在這裡 剛剛說一輪族可以找得到 其實只要從現在核之谷旁的水印往下潛 就能找到疑似的核之谷 進而發現放石頭的地方 不過有問題就是 家庫雖然是漁人 但他也是能力者 雖然不會淹死 但也無法游泳 所以他是怎麼找到的 老是也沒有講過程 像是他有漁人手下之類的 用有的金句除了家庫之外 還有玉田也是 當時回來拖廷歷史本文時 大手已經在城堡 他老爸已經被關 所以不可能從密道去找石頭 我說過不止一次 核之谷前港的存在很有問題 前港就是過去核之谷所過後 當時人流下的 舊核之谷港口 直後還被水淹了 就改成了現在的升降體 接著說自己再往下走 就能找到古代兵器布魯托 要把布魯托取出來 就必須把牆拿掉 開個破壞牆壁 其實意思就是解放古代兵器 他們現在位置的旁邊就是舊核之谷 古代兵器放在舊核之谷的下方 牆壁擋住古代兵器出去而入 越南人說80年前為了保護核之谷 不被某個巨大力量的侵害 所以才鎖國 核之谷手上本身就擁有古代兵器 那為什麼還要害怕到躲起來說 而不是用古代兵器反擊對方 最近老師其實也講過 老師說過核之谷開國需要用到左屋 所以說過開國就是解放兵器 也就是說左屋是驅動普魯托的條件 80年前無法用普魯托來迎戰對方 只能用牆壁保護核之谷 推測當時可以命令左屋的那個人死了 無法命令左屋也就是無法使用古代兵器 御殿說要開國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兒子可以命令左屋 這一點可以從御殿日子中得知 討國主看到後也說他絕對不能死 對於800年前可以命令左屋的那個人 古代兵器主持的三藥術 過去我也說明過 三藥術缺一不可 缺少一個就有法執行 以波塞盾來說 波塞盾等於白星 加上他命令的海王類 再加上海威拉者的約定之船 也就是諾亞 來看桃子柱就是 普魯托等於桃子柱 加上他命令的項主 再加上用項主驅動的普魯托戰艦 難怪左屋之言說來自你與桃子柱一起戰鬥 就是要湊集三藥術 同樣以三藥術來看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目前還不知道的古代兵器 烏拉諾斯 等於某個人 加上某個被他命令的生物 再加上某艘船 開國就是解放兵器 羅賓一問玉田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歲燒不知道 到這裡就是所有將軍知道的事情了 玉田在海外發現了什麼 他並不知道 這個老師以前也講過 要讓這個世界迎來黎明 古代兵器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玉田才會要開國 當時也講了 開國是為了要迎接喬柏伊 喬柏伊就是引導黎明之人 回到戰場 人類是無法贏過大自然的 如果凱多還在他就不會來了 但是凱多的支配 卻是讓這個國家無法讓人靠近 只要他帶走魯夫的手機 他就會離開 大和想說還是讓魯夫他們來對付吧 他們不可能會輸給綠牛 逃柏柱拒絕 還有大和也別再出手 他好不能得到自由 逃柱要把他安全送出來 如果一直依待魯夫他們 那以後被別人入侵了 他要總有保護人民 逃柱成功嘴炮攻擊 直接把綠牛燒爛 話說這裡因為要讓逃柱表現 其實忍的能力根本屌虐綠牛股 就在綠牛正準備反役時 紅髮的霸氣從後方直接把綠牛震懷 話說綠牛直接就知道是紅髮的霸氣 他們以前認識嗎 在海軍之前 因為綠牛不是海軍出生 紅髮的這裡的樣子有夠像是在調 這些即將改變歷史的海賊星律 都已經累壞了 還真這時候跑來搞人家 所以我們就這麼害怕新時代的到來嗎 星律這個說法對應過去年曆講過的話 不可再掉星雅 從現在開始是他們的時代 順帶你這句話是15年前講的 一個重點 紅髮在說新時代的時候 有幾個過去的回憶畫面 分明是魯夫 打得住 與日和 然後仔細看 應該說用零才看得到 最左邊的剪影 其實就是即將上映的第1版主要人物 吳他 果然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老是要把吳他的存在編路故事的正片 另用離開 紀念繼續 最後魯夫已經能在遠處說 看來是不用我們出場 魯夫也知道那一道霸氣是紅髮的 凱多講過光是有能力 霸氣不夠強也沒屁用 這裡指四王的能力分佈 霸氣超人系 魯夫動物系 黑屋子自然系 紅髮沒有能力 但擁有強大的霸氣